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但此后的六七年间,国军仍驻守在浙江沿海的若干岛屿,大臣岛与一江山岛就是其中之一。 韩战结束后,中共把重兵转向东南沿海,矛头对准,浙江外海的大臣列岛。 1954年10月,由刘连一中将取代胡宗南,接任大臣防卫司令。 而一江山地区司令,由王生明上校担任。 大臣地区,是国民政府唯一仅有的浙江省版图,在反共复国的年代,意义特别重大。 大臣岛是台州湾外的一群岛屿,主岛为上下大臣岛,距离台湾358公里。 而一江山岛,位于大臣岛北面,与大臣岛相距12公里,由南江及北江两个岛组成。 两岛之间相隔150米左右的海峡,整体总面积1.2平方公里,约7座大安森林公园的面积。 一江山地区的司令官,王生明,为湖南人。 15岁时,怀抱壮志,投身军旅。 先后参加北伐,中原大战。 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王生明率部参加松户战役,死守十八昼夜,全士官士兵仅剩七百余人,王生明连上也只剩九人,但仍坚守阵地不退。 此一战后,王因作战勇猛,受到胡宗南的赏识,自此成为胡的手下爱将,屡屡提拔。 王生明不但作战能力很强,而且至军严明,生活清廉。 此次固守一江山岛,王生明深知,此地作为国民政府的前沿阵地,距离共军只有九公里,离台湾却有四百公里之遥,补给困难,唯一能做的,只有死守一江山。 在王生明的督促下,一江山的防御攻势,从岸边到高地,部署四道环形防线,碉堡四通八达,火力充足。 一江山这座小岛,俨然成为后石堡垒,一层一层设防,每道防线的火力部署,极其绵密。 当时一江山岛,部署七百二十名战斗官兵,及后勤等工作者,共一千零三十人。 特别的是,岛上有不少父子兵,兄弟兵及夫妻兵。 王生明知道,防守一江山岛,必是死战,命令部队中的夫妻、兄弟、父子必须撤退一人,以保留香火命脉。 1955年元旦,王生明获班第五届战斗英雄,第一名。 王生明返回台北,接受总统奖届时的亲自表扬。 王生明心里明白,一江山的局势,这一战是不可避免的。 而浙江市他,最后一次回到台湾,最后一次返家。 只要共军开打,王生明只能死守在一江山岛,他将与家人就此永别。 开完大会回来,王生明带着妻儿,来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此时,距离王生明的生命结束,还有19天。 拍照那年,王生明唯一的儿子,王应文14岁。 照片中,王生明美丽的妻子,柳书辉,眼神里流露出淡淡的哀愁。 后来,王生明的太太终生未在嫁,韩欣如苦培养着唯一的儿子,长大成人。 而对14岁的王应文来说,父亲离去前的身影,是他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1月7日,他送父亲上船,抵达基隆军港,王生明原本已登上了军舰,看了还有一点时间。 突然回过头,坚持要陪他儿子去站牌等公车返家。 当时,天空飘起小雨,王生明掏出手帕,盖在儿子的头上说, 爸爸这几天跟你说的话,要好好记住,你一定要好好听母亲的话, 你一定要常常和我通信,我一写信给你,你要马上回信。 王应文当时不知道,父亲为何一再强调这些,如果他那时知道,父亲将会牺牲殉国, 他一定抱着父亲哭喊,死也不肯父亲离开他。 到达一江山的前一天,王生明在船上,给他的妻子写下了最后一封信。 我与你在基隆分别,心里很难过。 叔,我王生明什么都不想了,指望你把家庭整理好,钱要节省用。 应文,你要对你妈妈,要好好敬爱,读书要努力,绝不要心里乱想。 赴明天或今夜要到一江山,应文,好好保养身体。 在信中,不见悲壮的文字,只有王生明的阴阴嘱咐。 如今这张信签,完好的保存在台北的国君历史文物馆。 因为这是王生明写给远在台北的妻儿,最后的家书。 1955年1月18日,一江山战役爆发,这是共军建军史上,首次三军联合作战,共军以十倍岛上的兵力出击。 从早上8点开始,共军百余架次战机,开始对一江山岛进行轰炸。 一个小时内就投射了1.2万发,接着到了中午12点左右,炮兵开始炮击,展开猛烈攻势。 一片烂炸下,一江山已是一片焦土。 但是,王生明仍沉着应战,国军官兵同岛一命,死守将土无疑退缩。 18日下午2点多,共军4000多人在向岛上强行登陆。 国军守军英勇还击,奸敌于贪案之际,共军死伤无数,但仍不死心,不断增援部队,意图登岛。 19日,共军再次增援2000余兵力,并以炮火猛烈射击。 20日凌晨,又有共军千余人登陆,共军与国军争相把国旗插在制高点,来来回回几次。 红旗只要插上,国军就立刻组织反旗,将共军骑手击毙,保护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继续飘扬。 整个战火持续了61个小时又12分钟,共军总计向一江山岛投弹500多枚,火炮射击5万余发,全导向燃烧的火球,惨不忍睹。 此时,美军顾问团在上大臣指挥部,用40倍望远镜全程观测,对共军炮火强度,比韩战还要猛烈感到吃惊。 显示共军志在必得,也对国军拼死守土决心,内心是澎湃不已。 此战一直打到20日下午4点,前后歼敌数千人,毁敌机武架,集沉,共剑多艘,直至弹尽圆绝。 指挥官王生明,最后遭到共军团团包围,这时他生命已到尽头,他与大臣长官处,通上最后一通电话。 王生明说,现在共匪距我只有50米,我给自己留了一颗手榴弹,我王生明,绝不会给国家丢人。 最后,王生明高呼,中华民国万岁,随即拉开手榴弹引爆,当场与阵地共存亡,壮烈殉国。 十年四十五岁,此战,国军官兵七百余人,悉数阵亡,共军死伤四千余人。 国军在兵力极度列于共军的局势下,苦守三天,使共军伤亡数超过国军,王生明不辱使命,此场战役悲壮惨烈,占到最后一兵一足。 美军目睹国军的守土决心。 2月17日上午,在台北的一江山烈士追悼大会,美军顾问团的团长蔡思,也带着随从和翻译参加,14岁的王应文永远记的这一幕。 蔡思询问翻译,哪位是王生明的夫人? 之后她恭敬走来,在王夫人面前立正敬礼。 我仅代表美国总统向王生明将军为自由世界及自由中国所作壮烈牺牲,表达最高敬意,并对王夫人质疑最深的慰问之臣。 也因为一江山战役的惨烈,美国对国民政府大为改观,促成美国国会通过《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中华民国和美国成了自由世界的坚强盟友。 这完全是一江山战役,司令官王生明与岛上官兵壮烈牺牲所换来。 战役一个月后,国民政府与美军联合实行金刚计划,将大臣岛守军撤往台湾。 国民政府在浙江沿海,最后一个据点也就此消失。 。